Omega,我们的Omega3 这个鱼油呢 它有提供我们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就是EPA跟DHA 它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非常重要的 这个发展功能的这个补助剂 细巴膜包括我们的眼睛 完全都需要的这个Omega3 包括你性的内分泌啊 荷尔蒙啊 Omega3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Omega3呢 这个Omega3有能够很好的消炎作用 比如说如果你们有时喉咙疼得很厉害 嘴巴溃疡到很厉害 你们就咬破 这个鱼油味道是比较难 难承受啦 但是你吃一颗过后你就不通了 很多的孩子我们都是这样给他吃的 他们有手足口症的 或者是他们有很难吞咽啊 有的喉咙痛啊 咬破了 那个鱼油就好像一层保护膜扑上去 他很快能够达到消炎的效果 OK 那包括关节发炎啊 这些他们都能够拿来吃 鱼油是消炎的 那墨炎啊 听过没有 那鱼油也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如果鱼油吃不够 那墨炎也很容易发生 明白没有 OK 好 那肝炎症有没有听过 那以前我们一直推荐的 是肝炎症 是吃Multicallotic跟B 那最近我们的配方里面也增加 这个鱼油的时候呢 它也达到很好的消炎效果 哦 所以只要一想到炎症 鱼油都是很好的 然后呢 活血化鱼 鱼油也是很好的 OK 那高血压的病患者啦 比如说是糖尿病的 我们都可以推荐 因为这些人 他们的血液浓度都会相对的提高 哦 OK 好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鱼油里面呢 有增加了我们这个 30个IU的D-Alpha-Tocopherol 就是维生素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边 产品如果气温太热 它就比较容易被氧化 因为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呢 它要增加维生素E呢 来确保我们的这个 不饱和脂肪酸的稳性 稳定性 所以鱼油我们都喜欢 就是你可以放在雪柜啊 阴凉的地方 那比较热的 它就比较容易被氧化了 那很多人会问 营养要怎么储存 那最好就是 上个月不是有那个promotion 对不对 就放那个box就很好了 OK 那如果有的人家里 雪柜当然有地方 就放了 尤其是小孩子的营养啦 fiber啦 这些啊 还有E啦 听到吗 它就比较容易会氧化 因地我们没有放防腐剂 听到没有 所以呢 所以我们的营养呢 是必要特别处理 OK好 所以呢 鱼油有问题要问我吗 鱼油应该很懂配啦 那高血压的人 如果有吃 那个高血压的药 可以不可以吃啊 所以 你要看他吃的 那个血压高的药 是怎样 比如说如果他是严重 做bypass啊 balloon这些 他们吃的这些 warfarin或者是 R4B0的 dosage会比较大的 所以呢 你要看他吃完以后 是不是他的血压 有被降下来 所以就是你们 要有血压 那如果他吃了 他的血压 是已经有低了 你再给他吃 有可能会低一点 但是是不会有 很大的伤害 没有吗 那通常很少的 我的经验就是 那些人就算有吃高血压 他有血压还是很高的 要没有 所以他有能够 帮助他们呢 活血化瘀 所以呢 尤其是脑部啊 的所有的细胞啊 这个 Omega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孕妇可以不可以吃 三个月以后才吃 孕妇呢 三个月以后呢 胎儿比较稳定 听到没有 如果一到三月 我们怕他们有来红 血会很比较稀 然后呢 七个月过后 就不要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七个月以后 怕有的 会有这些早产啊 怎么样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血液 不会太稀 OK 所以三到七个月 那小孩子 为什么我们 没有 这个是给成人的 对不对 那这小孩子 能不能吃 我们的安利 他register的产品 因为他是 register的这个precaution 也就是说 只要是 不是durable的 全部都是给成人吃的 那如果你觉得 把乳液剪开 给孩子吃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在外国呢 是有这个 安利产品 是有醋 比如说在日本啊 美国 都是有特定 给小孩子吃的 OK durable的 omega 就好像那个 糖这样子的 就要这样子的 OK 就这么简单 OK 好 所以呢 如果孩子给他吃 他们会很聪明的 OK 然后呢 他们的注意力 会比较容易集中 脑部的发音 也会很好 好 好